你还记得12年前因为打了一剂要性过强的抗生素 最终左手坏死被迫截肢的八生女婴黎玉珊吗 经过这些年 女婴长大成人 她正面不抱怨 积极乐观生活 日常琐事甚至运动都难不倒她 在这农历新年 黎玉珊的父母最大的心愿 就是让女儿装上一只方便生活 黎玉珊自小过着没有左手的日子 她没有埋怨 更没有消极 反而活得比她人正面积极 当年的女婴如今已经长大 成为活泼爱笑的12岁女生 回到12年前的7月23号 离家迎接新生命的喜悦 却因为实习医生向小玉珊注射过强的抗生素变了调 小玉珊左手臂严重感染 最终坏死 被迫截肢 卫生部最终承认疏忽 虽然按照条例给予赔偿 但看着孩子失去的左手臂 这么多年走过来的黎爸爸 至今依然是难忍鼻酸 相比父亲的心疼 小玉珊显得更加斗志高昂 不管是在游泳 骑脚踏车还是画画 她样样行 甚至想下厨帮母亲准备年菜 她喜欢吃饭 我喜欢吃饭 她喜欢吃饭 她想要吃饭 但我们说 她是小玉珊就没有花钱了 看着妈妈做饭 你学校很开心吗? 很开心 你喜欢什么中国中国吗? 你喜欢吃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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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玉珊父母新年最大心愿 就是让玉珊装上一只 方便处理生活事务